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起床真的有极度寒冷的感受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是这波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只是到底要冷到什么时间呢 接下来把时间就交给舒睿了 好 千文早安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这波寒流到今天清晨 来到威力最强的时候 虽然说今天白天温度 小小的回升一点点 但是整天还是很寒冷 要到星期六或者是 接下来的时候才会再回升一些 但是我先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周末又有下一波冷气团要南下了 所以说这个耶旦节恐怕感受起来 特别是北台湾还是湿湿冷冷 只是说在寒流来袭的时候 当然虽然很冷 不过就要来看看冬季限定的美景了 我们先来看到玉山有点可惜 虽然说今天的低温出现在零下5.7度 但因为水气没有配合到 所以说还没有降下出雪 不过今天清晨出现了雾松 非常漂亮的一个雾松美景 不过我们来看到虽然说玉山没有下雪 但是在太平山水气跟温度有配合得到 这个是在太平山我们记者拍摄的 堆雪人画面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今天最低温是出现在零下2.5度 再加上现在温度持续往下掉 还有一些迎风面的地区有一些水气出现 所以说目前湿度是达到了百分之百 降雪的条件是很不错的 从今天清晨就一路有出现降雪一直到现在 看到可以堆成雪人的厚度 就知道其实在太平山现场降雪的状况还算是不错 但是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机会可以上山追雪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要追雪就要看温度跟水气能不能配合得到了 我们先来看最重要的水气部分 今天因为随着这一波寒流它达到最强 比较有点偏干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说不像昨天那么大范围的降雨了 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地区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跟昨天比起来雨是稍微缓和 因为像昨天就有发布到大雨好雨特报 但是今天都解除了 那么明天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范围又稍稍的扩大一点 就是因为南边的云系带来一些水气的关系 所以说在中部的山区以及南部的部分平地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目前看起来比较偏蓝色灰色 所以说水气并不是到很多可能就是飘飘雨而已 不过呢在迎封面地区在基隆北海岸啦 还有东北部地区啦 大台北东侧 当然还是持续一个会有雨的天气状况 那么到了星期六的早上到晚上这一段时间 刚刚提到的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降雨的范围稍微扩大 可能降雨的时间也会比原本的星期五晚上 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也因此如果玉山在这个时候 它的温度有达到 并且刚好有一些水气再加上地理环境啦 风向配合得宜的话 也是有机会下起初雪的 那么就要来看看在温度方面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目前各县市的即时温度 北部地区现在只有9到11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现在11到12度 宜兰10度 花莲台东15度 澎湖13度 金门 马祖现在也只有个位数的7度跟5度 也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呢 全台各地 特别是西班部地区 都是大概在10度啦 11度啊 这种很寒冷的一个温度出现 那么包含今天全台的最低温呢 出现在本岛的桃园 扬梅 只有6.7度的一个低温 离岛的部分呢 则是马祖甚至出现了4度 这样子的一个低温哦 所以说气象局现在持续呢 针对非常多的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除了高雄 屏东 澎湖没有入列之外 其他县市全部呢都在列 包含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 在桃园 新北市 还有新竹县 今天呢可能都有出现6度低温的一个机会 另外在台北 还有基隆北海岸 宜兰地区以及苗栗 则是有可能出现10度的低温 以及金门地区也是有可能这样寒冷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比较往南一点的台南以北啦 或者是花莲台东地区则是有可能出现大概10度 或者是10度以下的低温 目前呢这些现实都还是在低温警报的范围当中 而接下来呢也要特别提醒您哦 这几天您可能会觉得不只是冷 但是看了这个温度可能会想说 好像感觉比这个温度 比如说9度10度还要再更低一点 就是因为这一波带来非常强劲的一个风速 我们带您来看到桃园到台南 横圈半岛还有东南部 离岛地区都有9到11级的强震风 沿海呢大概也有4米的一个浪高 风如果强再加上一方面带来一些水气 湿湿冷冷的话 那么当然在体感上面的感受 就会比实际的温度还要来得更低一点点 很多人都问说 那什么时候才会稍微的回温 或是是什么时候天气才会变好呢 我们从台北的这个温度曲线图 带您来看到 今天是受到寒流影响 并且是寒流最强的时候 会一路冷到星期六的清晨 各地都是非常寒冷 大概呢虽然说刚刚提到有回温一点点 可是也只是大概1度2度 或者是2度3度 并不是真的有感的回温 到星期六的时候呢 随着寒流减弱 白天呢 终于台北市的高温会来到17度 但是接下来又会稍微的往下掉一点 就是因为星期天 星期一的时候 又有下一波的冷气团南下 而且是比较接近强烈冷气团的一个程度 接下来到周二周三 冷气团稍微减弱 不过呢周四开始又会有东北季风南下 所以说冷空气是一波接着一波 而至于降雨的部分呢 什么时候转干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了 在今天水气稍微减少一点 但是明天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 又会有一些局部的水气影响中南部地区 那么北台湾地区呢 持续都会是一个有雨的天气 只是降雨的时间长跟空档的时间长短而已 目前看起来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水气相对来说稍微减少 但是星期三星期四刚刚提到了 又会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要南下 不过目前看起来在周四周五的时候 还有一些的这个分歧 我们看到上面是我们台湾气象鼠的预测 下面呢则是欧洲的预测 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在星期四星期五水气偏多 但是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台湾这边预测 可能全台会有一些局部降雨 不过倒是欧洲认为是一个偏干的天气状况 也因此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个周末如果您是要过耶诞节的话 越往北部走呢可能降雨的机会比较高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如果您要前往中部特别是山区的话 也要注意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飘雨出现 而在接下来要迎接跨年的这个部分 至少看起来降雨的机会呢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记得要带上雨伞 也要记得做好保暖 因为寒冷的天气暂时还不会结束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交换给倩文 然后再加上雨伞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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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